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 范语集团 范语用心 让您安心 特约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范语集团的总裁胡振国先生 以及范语集团家族办公室 及财富管理投资分析总监 何美晨晨先生 非常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在2020年 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 我们知道说 关于新冠病情的疫情 然后包括中美关系 还有今年的总统大选 确实对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事情非常多的一年 那么在这个投资方面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策略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目前我想市场最关注的 就是新一波的纾困方案 目前的民主共和两党 对这个纾困方案 还没有取得共识 现在川普总统 是先用行政命令的部分 发布了部分的纾困方案 市场到目前导致反应还不错 因为目前市场认为 经济状况良好 即使纾困方案还没有达成共识 影响也很有限 那举例来讲 我们星期五公布了 七月份的零售数据 虽然数据本身不如市场预期 但是整体零售金额 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其实之前的纾困方案 挹注了很多的资金 到整个经济体里面 虽然现在川普总统是用行政命令 发布了部分的纾困方案 但是这个纾困方案的规模比较有限 我们举两个例子 未来影响可能比较大的内容 我们来讨论一下 首先失业救济补助 原本是600块 但现在变成每周300块 而且什么时候能够发多久 这个都还不确定 那第二个影响更大的呢 是原本有规定 房东不可以把房客驱离 但这个保护措施 虽然行政命令里面有规定 但是呢 并没有实际的保护作用 因为行政命令只是要求各单位 重新检视相关的规定 所以呢 如果真的驱离这个命令 被执行的话 大概会有30%到40%的房客 可能面临被驱离的风险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时点上 我们最关注的是 如果未来没有新的赎困方案 那民间消费 是不是还能维持目前的力道 那这会影响我们长期的经济发展 是是胡先生 那我们知道说 作为在目前这个大的经济环境下 那么我们很多这个投资者 或者是老百姓 在做这个投资理财方面 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好 我现在最近大家谈到 很多人都在谈这个问题 说股票市场 虽然疫情下来跌了很多 好像现在已经回复到 原来水准 而且还有连续一个礼拜 都在涨的情形 本来有些对股票没有兴趣的人 现在也越越意识地想要跳进去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形下 我在现在来投资 不管是股票或房产的话 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是 常常来讲 我们说经济反弹 通常有好几种 那有人常常在问 我们现在到底是所谓的V型反弹 就是跌下去了以后急速回来 还是所谓的W型反弹 什么是W型反弹呢 是先跌下去 再挡回来以后 但是在这个高点以后 再往下跌一次 再调整一次 再回来 就像一个W的字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问 到底我们觉得现在是 V型反弹的可能性大呢 还是W型的反弹可能性大 在我们公司 像我跟Herman 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是 W型的反弹可能性比较大 事实上我们可能现在 已经走到W型的中间的高点了 可能很快 过一段时间 这个向往下行的调整又要来了 那原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法还有造成股票市场涨的原因呢 我们第一个来讲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这一次疫情当然来得很急 那一般来讲 根据统计 在过去历史上 任何经济衰退期 大概应该在18个月左右 但是如果是因为由疫情 就像1918年的疫情的反弹的话 大概会比正常的反弹的时间缩短一半 原来18个月应该是9个月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呢 好像到了两三个月以后就开始反弹了 那这什么原因呢 但我们认为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可能是W型的反弹性几率大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认为因为这一次呢 政府印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很多的钱呢 那很多人 大家收到这个钱呢 有些呢 不一定急着去消费 有些也把它存起来 可是呢 那一般存钱存到哪里比较好呢 看看呢 银行利息又这么低 公债利息也不好 那房产又刚 以前那时又不方便出去看 那什么呢 就看看股票 好像股票倒是一个不错的 所以很多钱也往股票走 造成股票的一个急速的反弹 可是呢 我们真正看到经济真的有这么好吗 经济这么好吗 我们说在投资里面 有一个理论叫狗与主人的理论 我不晓得你听过狗与主人的理论没有 是狗与主人的理论 什么狗与主人理论呢 他说我们把整体经济的情形当作是主人 然后呢 股票市场的反应当作是在六千个狗 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但今天如果我们牵着去遛狗的时候 那你出去的时候 狗会不会一直乖乖的在你身边慢慢的走 跟着走 应该是不会吧 所以狗是不是有很兴奋的往前冲 往旁冲 往左冲 往右冲 顺着它这样来冲来冲去 是不是 除非是性格很好的狗 那今天来讲 那可是呢 不管怎么样 即使它往左冲了半天 但是因为我有 在拉着它 所以它是不是 我走一段时间 它是不是要还是要回到我身边来 是 所以呢 今天来讲 所以我们出去遛狗 狗可能东串西串 跟你走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时间长下来 它还是要按照你走的方向再走 因为它准备串到它的链条 可以走到到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经济基本面还不是那么好 那股票特别好 是不是表示它跟基本面走的方向会不一样 那如果到时早 它还是要回到基本面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股票跟市场一个狗语主人的理论 那我们现在看看股票现在市场很好 可是主持人你觉得现在股票市场好还是不好呢 现在很旺盛 股票市场很好 但是整个经济层面好不好呢 经济层面非常好 对不对 我们从几个地方来看 其实现在经济来说 虽然回到以前的地位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行业 还是并不是那么景气 尤其是像有关旅馆 餐厅 还有飞机行业 有关旅行的行业 这些的 这些其实恢复的都很差 事实上前几天的报纸上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的话 如果到年底情形不改进的话 现在的餐厅 我们的餐厅大概有三分之一 一道就会永久关门的 所以其实经济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对房产来说 房产来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另外为什么最近房产反弹 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闷坏了 那这一段时间反弹 加上现在利率很低 那利率很低的情形下的时候 对一些中间房价防卫的产的房子的 很多上班族的时候 还是很是去买的 但是我们想想看整体来说 第一个外国人投资者变少 第二个很多房客不见得能复得出房租 可是现在政府规定是 你在8月底以前不能赶房客 可是这个法案如果不延长的话 大概8月底就停止了 那我现在来讲 那这一段时间很多房客 他并没有配合付房租 可是也并没有被房东改的原因 是法律不准他 可是这个不付房租 并不表示你不用还 而是累积在后面 你还要累积 等于要到时候一次还 如果联系几个月没有付房租 到时候要一次还 那如果经济层面还不是那么好的话 请问将来房客的问题大不大 有没有更多的人 可能会出mortgage付不出来了 如果这样子其实下去的话 如果这些情形经济又没有很好的改善的话 我们预计年底跟明年开始的话 很多房子被拍卖甚至破产的情形会要变多了 所以整体的房地产走势来讲 最近虽然有反弹 但是未来一两年我们并不看好 尤其商用房地产 那再加上像北加州的话 Google Facebook 他们就说预计可以让他们在家里上班到8月份了 所以在很多房地产对公司想要扩张租房租更多的地方 或者在比较热闹繁忙的地区叫租 继续留在那边的几率 这个几率是不是减少 会不会影响到 是 非常感谢胡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范语集团的创始人 胡正国先生 以及范语集团负责家庭办公室 及财富管理投资分析的总监 赫尔曼晨晨先生 非常欢迎二位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胡先生 刚才您是谈到说 目前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我们究竟作为这个投资者 应该如何来谨慎的投资呢 是 那就像我记得刚刚讲的 房地产的部分来说 事实上前两天还在讲的说 纽约也在讲 很多大型的百货公司 还有商家看看陆陆续续 要不然搬离纽约 要不然把规模变小 因为他们觉得在现在来讲 旅客又比较少 很多这些人也不去那边消费 所以在大公司付这么高的房租 是不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所以这些整体的概念来讲 都会影响到 而反而郊区的房子变得稍微好一点的原因 是什么 很多人因为被关在家里的时候 发觉在如果空间太小的时候 大家觉得也很不好受 所以现在开始弯弯往郊区走 那整体来说 房地产不好 短期一两年内 我们不觉得房地产会很好 那股票市场呢 就像还有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 因为大选也要开始了 通常我们在我今天早上跟Herman聊天说 大选我们看看股票市场有没有受大选的影响了 Herman也讲说通常影响从Labor Day 劳工节过后开始影响比较大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比较靠近了 所以那个时候市场的 没有会比较开始受到总统大选的影响 所以你看看这几个来看来说 是在经济没有很明确的未来 而且事实上大部分的数字还不是那么好 很多股票市场的反应 因为是钱比较多 加上很多有一些对未来疫苗各项各方面 这一项的好消息 可是万一有一些事情没达到 或者事前已经反应 它的好消息已经涨价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这就是我们认为说 目前可能我们已经在股票市场 已经来到W的字典里面的 中间的快要到 如果不是在高点左右 也是快要到高点了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在很多人在问 我们说在这段时间 经常投资股票或房产的话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稍微谨慎小心了 因为我们在 可能有可能是W的快要到W往下行的阶段 所以如果投资股票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可能要做一些避险的 然后如果这样市场再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会受多大的损失 所以投资股票要做到避险的 房产你要看一看 要观望一下 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房产的时候 很积极的跑进 跳进房地产的市场里 而是还在观望一下 因为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经济世上看起来没那么好 而如果经济没那么好 就等于说 你牵着狗在乱窜的时候 迟早可能还要回到主人身边来的时候 还是要回归 大体来说还要回归基本面 这是我对股票市场目前的一些看法 是是就像刚才您分析的 确实现在我们投资人要谨慎的来做投资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黄金也是我们很多投资人 一向认为的一个避风港 会不会您觉得黄金目前怎么看 是 其实我们是一向是长期看好黄金 我们认为黄金呢 在资产配置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就是很多人现在是认为说 好像政府狂印钞票 所以美元变得不值钱 可能以后还会贬值 所以呢应该要买黄金来保值 但是我们要提醒观众 其实美元大扁也不代表说 黄金一定会是表现最好的资产 从举例来讲 在1985到1992年之间 其实美元指数呢 腰斩跌了50% 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黄金只涨了超过一倍 但是美国的股市 标普500的指数涨了三倍 所以呢我们是建议投资人 不要单纯的去预期 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 什么事情一定不会发生 还是应该要用整体的资产配置 来应对不同的经济环境比较妥当 是是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说 现在有很多这个事件都开始发生 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投资者来 这个询问啊 到底在目前的这个大的环境下 如何可以做好自己的这个投资理财配置 二位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吗 好 我们另外呢 最近也常常有看了一些报道 他们在谈啊 美元开始现在走弱 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还有呢 那是不是未来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资金情形呢 然后在美元走弱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安排呢 那是不是投资那些 房地产会不会比较保值呢 这一点我们今天刚好跟 Kermit早上有谈过这个事情 那我先请客人们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说 嗯 是 我们首先稍微解释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美元贬值 主要有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二三月的时候 市场紧张的时候 大家就去抢美元 而现在看起来局势已经比较缓和了 那美元这个币选的需求呢 就降低了 再来呢就是说 比起其他的开发国家 美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呢 的确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大家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那当然最后 美国目前的纾困方案 我们之前讨论过 其实撒了很多钱 所以呢这个导致 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创新高 所以在财政赤字 新高的情况下呢 过去来看通常会导致美元下跌 所以美元呢 的确有可能继续贬值 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 华人都喜欢房产 那特别是在美元贬值的时候 就会联想到有通货膨胀 所以房地产会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投资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跟我们刚才的讲法是连贯的 其实房地产有很多的好处 举例来讲它可能你可以利用房贷放杆来投资 或者是你有一些最上的好处 但是呢我们是还是认为 其实长久来看 其实用各个不同的股票搭配的投资组合呢 长期来看其实表现并不会比黄金或是房地产差 所以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配置 是是就像后面介绍的 我们知道说不管在做任何一种投资形式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绝对好或者是绝对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都是要做一个完美的一个组合才可以的 那我想在这个节目最后一段 能不能请二位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在目前的这个环境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策略 好 我通常来讲 投资来说应该做长期打算的话 我们应该做不同的配置 那在我们来说呢 第一个 投资里面有短期中期长期的钱 短期的钱在乎呢是流通性 这个钱就算利息低一点 但是因为要流通的关系也没有关系 利息回收低一点没有问题 那中期呢大概是到两年到十年的钱 这些的钱的话可能以投资回报为主 只是现在中期的钱因为整个大致的状况 我希望大家加一点避险的动作 配置的动作 那所以呢在中期的即使要进场的话 也有一些避险的机制要做好 那长期来说呢 除了你的长期里面要在乎的 就是指差不多十年以上要用的钱了 这些钱的话我们除了回报很重要以外 安全性跟最重要省税的规范也很重要 所以呢因为时间长的话 税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就很大了 如果把这几个做一个好好的搭配 然后在不同的里面 就算中期的钱你要做搭配的时候 然后也要比较谨慎的去做避险的动作的话 然后在里面挑的有专家来帮你做配搭的话 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那短期呢一般人华人如果去喜欢自己 如果不是真的是专家做非常懂的话 我认为你拿去做股票的钱 应该还是一个小的比例 让自己这个部分的钱能够按照自己高兴去做 然后输赢没有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你可以让自己来好好来操作一下 但如果不是对市场很了解的话 对规划很了解的话 比较多的钱多一部分的钱 还是请专人帮你做不同的规划配置 这才尤其在不同的时候做这些安排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非常感谢胡先生跟陈先生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